那么还有一个事情要讲的 就是有一个维度啊 有一个看命的重要维度 叫寄生十二宫 我们可以把这个 讲课的材料 翻开来 翻到第十一页 表哥第三页 寄生十二宫 这个寄生十二宫的看命方法呢 是比这个八字看命更 更少 就是说还没有八字四个字 看六个字的时候 有这套说法了 我们看到 一共有十二个位置 比如说甲木啊 我们看这个表的第一来 第一列啊 第一列是甲 第二列是饼 是吧 这个指的是日干 日干 比方说啊 本能是日干是悟土 刚才看到我八字的是吧 以悟土做律子 我行运的时候 先不说行运吧 先说八字 大家为我查一下 悟土坐在城上 是吧 寄生十二宫 属于什么 关带 悟土见到虚土 寄生十二宫 悟见虚 目 悟见生 病 悟见由 死 看到一个死字 不要害他 不是我们通常含义上的死 死就是停字不落 这是从八字上来看 寄生十二宫的位置 但是看第一次 从日干出发来看第一次 处在什么一个宫上 这里边也有一些重要信息 我在月字上 见到了墓库 各位知道运势是什么 父母所在的位置 墓库好不好 不好 上海人说 叫墓库运势 啊 墓库运势 那么现在不是运了 讲的是我的运势了 你想想看 我双亲啊 父母 这个家庭 顺利不顺利啊 不顺利 我从小深处的那个环境 对我来说叫墓库的位置 真是亲身体验 父母之间经常吵架 没听过 然后呢 我在里边的童年不愉快 少年不愉快 墓库运势还却是母亲的位置 母亲不喜欢我 这些都在里边了 好 再看我的日子是关带 关带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这个第十二页 祭生十二宫的公义 你坐在长生上 你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 做事有奉斗精神 而且做事有成 我坐在关带上 做事增强好胜 确实如此 从祭生十二宫 可以看 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制作决地 就日子是日干的决地 或者日子是日干的木库 家庭生活不那么美 就婚姻 自己在家庭 不那么美 当然不能一律做胸侃 这是不美 还有几个比较平 胎养都才可以的 墓库决地不好 藏身好 得路也是好 好 这样呢 它有一个顺序 它象征着一个人的生命过程 我们看 从胎开始就孕育 胎下面就养出生 养之后就生长 叫长生 沐浴 又叫败地 好坏 两个方面都可能有 主要是男人 主要是男人 男人来说是 酒色 重酒色 关带 然后路 路地怕会冲 一个人的八字里面 见到路了 然后又遇到冲 这个人贵气没了 路地逢冲 没有贵气 可以断定他社会地位不怎么高了 帝旺 一个日单 若遇到帝旺是好的 日单本来就好 然后再旺不好 衰病 都是平常 死就是不动 大致的意思都知道 然后拿到运来考验 每一步运都有运知识 运干后面叫运知 你要为每一个运知 查一查 他的寄生十二公 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三岁起运 那么第一步运是个鸡头十万 第二步运是个运知 害水运 寄生十二楼一查 决定 虽然水对我努力 但在决定中 大打之后 走出绝地就好 第二步是拍地 知道 这个绝地管身炎 拍地管身炎 不管身炎 哪个到新土的养 到仁营 藏生 藏生正是做事业的时候 33岁我进入仁营运 地处藏生 做事有成 考研究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就这么来了 就一直在上境 就事业正在往上走 到了奎卯年 落落败地 这个败地呢 会有一点事情 坦率地说 会有男女之事 一定是男女 寄酒色 学会了喝酒 酒色婚礼 诸如此类的命运 命理学经常说这种话 但是总的来说 对我来说都是用神 水是我的用神 卯末是洗身 因为我吐过 用墨头来磕 所以所谓喜忧参拜 有忧有喜 现在比能进入了贾城运 53岁就进入贾墨运 西萨 墨来磕头 对我来说是好 然后地处什么 关带 关带就还在什么 还在混购呢 还要增强好胜呢 至少在学术上就这样 至于为还有重要的书要写 还有学术上的议论要发表 还想影响学术界 这就是关带这种 所以这个寄生十二宫的意思 可以辅助我们理解 每一步用的一些特点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加油